吃貨妹留言又要來做菜了 今天比較特別 我們要找八斤師傅 什麼是八斤師傅呢 八斤主廚張晏宇教你如何輕鬆簡單做 你有八面金牌 所以你是八斤師傅 但是我有松鼠鎮 你知道什麼是松鼠鎮嗎 就是我所有東西都收集很多 怎麼辦這冰箱一大堆東西也可以做菜嗎 好那我們看到冰箱裡面有火龍果跟我們的巴 就可以用這種簡單的水果來做 很簡單的夏天的飲品 從冰箱裡挑出各種當力水果 再準備特殊圓湯匙就可以開始動作 但怎麼挖的怪怪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繞進去之後把它裹又旋轉一圈 旋轉一圈之後就可以把它很自然的繞出一個圓球狀 師傅在說有沒有在聽 來抄筆記 扒了番茄紅龍果 先用不同大小圓湯匙挖成一顆顆圓柱 接下來準備糖水 你買的那個開水加20公克或30公克的糖就可以了 前路自己去蒸煮 想喝甜一點放多 不喜歡喝那麼甜 就是我們開水加多一點就可以了 這手套可以放在手上 為什麼我要戴手套 水果甜湯通通準備好 這時候要讓大豬小豬落浴盤 不錯喔 有紅有綠有白 這樣看起來比較慢 大成功 大成功 東森新聞蔡簡倫 楊上仁留言在台羅島